基本上其實我會開始做這個project 是我開始在思考人為什麼要穿衣服 以及穿衣服對於人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看說 今天自己在出門的時候 花了多久的時間看鏡子 看鏡子裡面的自己 事實上我問了很多我的客戶 他平常花時間看鏡的時間很少 出門的時候或許家裡連一個全身鏡都沒有 他可能就是只有刷牙的時候 然後在浴室裡面看了自己的半身鏡 然後自己穿的整體看起來怎麼樣都不知道 但有時候其實像我們自己出門的時候 我們可能看自己五分鐘很了不起了 站在鏡子前面 女生可能更長 我現在講的是可能是對男生的時間來講 但是可能對於你一起工作的上班族夥伴來講 他可能是看你一整天 所以代表說你今天整體呈現的形象 其實對於你身邊上班族來說 他會影響他會影響這個人對你的感覺 然後我今天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開始做這個project 我大概是希望可以帶什麼樣價值給我的客戶 然後第一個就是我要講的是 第一印象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first image matter這件事情 那很多我的客戶他來找我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一剛開始看起來是這樣子 就一樣像剛剛我們不是說要上台講三個關鍵字嗎 就我覺得三個關鍵字可能很流行 因為我也會叫我顧客做這件事情 就是三個關鍵字 我就叫我顧客說你寫下三個關鍵字 你希望別人覺得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呢在由別人 你自己寫跟別人來說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就會發現了很大的落差點 其實所謂的改變 image的改變 並不是說要像什麼宅男大改造啊 或是什麼突然的大變身 所有人都覺得哇你改變了超大 其實很多我來去找我的客戶 他們做的可能是些微的改變 用色上的改變 但是目標就是希望讓他們呈現 他們想要的形象給他身邊的人知道 因為其實像我現在來講 雖然沒有創立很久 但我服務了客戶的人數大概到六十幾位 那有一個客戶 他其實自己覺得自己穿得非常的fashion 然後他覺得他都在很多我們知名的fashion品牌買衣服 然後他就想說可能是要來 來就是挑戰我的能力吧 所以呢他就穿得非常的fashion來找我 同時他來找我的時候 最難搞就是他還帶了他身邊女生朋友一起來找我 然後呢他帶了兩個女生 然後呢我們就來玩了一個這個三個關鍵字的遊戲 那好巧不巧這兩個他的女生朋友寫出來的觀念 其實是還蠻有相輔相成的說 我覺得我們先叫他A先生好了 他說我覺得A先生就是一個 平常讓我覺得他像是個夜店公關的那種很fancy的那種感覺 然後基本上感覺很花俏 然後感覺很花心很愛把妹 然後後來呢我就請A先生他自己的那個紙條翻過來 他寫的第一個關鍵字竟然是settle down 安定的感覺 我想說那這樣的話你永遠都找不到你的另一半 事實上A先生就是事實上即將要到結婚的年紀了 他一直找到另外一半 可能大家都覺得他也在把妹一起耍花心 所以事實上大家會不想要跟他在一起 但事實上他已經ready了 他覺得他應該要settle down了 但是他的那個襯衫可能都是選一些很花俏的顏色 然後很fancy那樣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第一印象 對不管是第一次見到你的人來說 或者是一些時常天天都在見到你的人來說 其實是很重要的 然後他可能在影響著你 但你其實並不自覺 那另外就是誰正是這個決定你形象的decision maker 其實你的朋友說他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 或是你會邀請你的朋友可以去調衣服 但事實上我覺得最重要的decision maker 其實是在於你自己 像我在做這個 目前做這個形象顧問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推薦我們顧客很多的不同的choice 但事實上我只能確保這些都是good choice 但我們永遠不做幫他們做decision這件事情 在場這裡有多少 除了講者幾乎都難的嘛對不對 有誰有女朋友 出問出問題的太尷尬了 有有有 沒有沒有我只是這樣是很好試 就是我建議所有男性啊 在你開始交女朋友之前 決定好自己要什麼樣的形象 喜歡什麼樣的衣服已經決定要穿什麼 因為當你交女朋友的時候 就會是女朋友幫你做決定 就不會是你自己的 因為目前我服務的客戶裡面 只要是有女朋友的 通常我們做測驗的時候 都由不到他自己來決定 大概通常會把他自己打扮成自己 心目中白毛的拇指居多 所以我覺得decision maker 今天的性影永遠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然後不要把這個權力交給別人 就是不論是我覺得服裝現在可能是我現在的切入點 但是某一部分我希望自己能夠帶給顧客架 就是不論在他們的人生 或是在很多各個面上在做選擇的時候 都要忠於自己的喜好 以及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絕對不要放棄這個選擇權 然後接下來我帶的另外一個想法是 我其實在做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後面跟 我們並不是服裝品牌 所以我們並不自己生產服裝 然後我們也不忠於任何的品牌 而是做了一個比較客觀的推薦給顧客 說你怎麼樣搭配比較好 那有時候就會遇到說 到底以我的預算來講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下手 然後到底是這個東西是貴還是是便宜 我會通常我用的想法是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東西 它花了你一千五百塊錢 但是事實上 它的整個資料以及它的設計 以及它整個價值呢 其實才值兩三百塊 那我會覺得你買貴了 然後事實上這件事情 在不論我們所知道的東西 有些東西的工具以及一些知名品牌 是層出不窮的 以我自己看的懂布料 以及設計以及彩虹線來講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消費者的冤枉錢 是一直在花給那些品牌上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今天可能在我這裡花兩千塊 但是我會告訴你說 我知道這個服裝 我幫你鑑定過 它有一千多塊的這樣子 所以有些時候是 You pay for what you get 然後你今天不論有多少的budget 我都可以幫你做搭配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不斷的投資自己的品位 然後可能你生活中在有限的資源下 如何找到一件 比如說接下來冬天 然後找到一件 你每次穿上去都會很爽的毛衣 大衣 就是穿上去就很帥的那種大衣 你願不願意投資一件好的 然後或者是你今天全身上下都還很一般 可能都是比較平價的路線 但你願不願意投資一個很好看的包包 然後它可以用很久 但我覺得有時候是一個良性的建議會是希望說 他們可以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 不是說你只有22K你就只能買什麼樣的東西 以及你只能過什麼樣的生活 而是你可以選擇重點性的投資一個 你願意花錢的東西 以及你願意讓它讓你的生活改變 以及像有些愛聽音樂的人看 會願意花一筆錢買一個比較好的耳機 讓你生活中聽到比較好的音樂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同等的道理 在衣服上做投資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開始做這個 我們只針對男性去做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目前所有的整個消費的環境 以及體系 不管是百貨公司 我們看到十幾層樓 只有一層樓是男裝 我們可以進行走 我們要做的一層樓 所以我們只是去找一層樓 支持女裝 或者是哪層樓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一層樓